团团圆的画面大家都觉得哇真的好可爱 不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仔细分别过 到底它们哪些部分是黑色 哪些部分是白色 因为现在不是市面上有很多猫熊相关的产品吗 为了要小心哦 要不然可能买到一个黑白部分的产品 例如说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到底猫熊的尾巴是黑色还是白色呢 其实应该是白色才是正确的 团团圆来台先请猫熊热 但这么多商品中 你知道怎么分辨正确的猫熊花色吗 不知道这个猫熊怎么分真的假的 不知道 在研究 它的手脚呢 黑色 看看动物园的猫熊商品 光是脚掌就有黑色白色或咖啡等不同颜色 胸前有的是全白 有的就像穿了黑背心 但其实真正的大猫熊 以正面来说 耳朵眼圈鼻子和手脚都得是黑色 脖子到胸前也有黑色条纹 如果猫熊的手掌脚掌还有胸前 都是白色或是其他颜色 就是错误的花色 至于真正的猫熊背面 也应该穿着黑背心 尾巴应该是短短圆圆的白色毛 而不是没尾巴或是黑尾巴 但动物园出现各种花色的 凸彩版猫熊厂商说是以模样可爱为考量 它属于卡通Q版 所以它不可能跟那个真实的完全一样 黑白两色相间的猫熊人人爱 但不是所有的厂商都做得跟真猫熊一样 就连四川来的团团猫熊玩偶 也少了见黑背心 民众想买到跟真猫熊一样花色的商品 可得睁大眼睛比清楚 这次新闻附加信吴清宜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